哈喽,红豆沙玛好,我是Sasha,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在我消失这段时间里呢,其实在偷偷的进行着一个小项目 那就是交换书屋活动的第二期 这次的嘉宾就是我十几年来关系最亲近最要好的朋友Sofia By the way,我知道Sofia名字的重音应该在后面 然而初中时无知的我一直把重音放在了O上这么多年 叫惯了,大家不要学习我的发音哦 如果你关注我频道早的话呢,应该是看到过我和Sofia一起旅行的视频 这次交换书屋的规则还是和原先差不多的 两个月的时间互为对方选三本书 但是呢,本次我们的初衷有所改变 虽然我们两个做朋友大概也做了十几年了 但是其实还是很容易不知道对方的另一面的 那今天的老夫老妻 不对,这个老朋友推荐书主题是向对方展示对方可能不知道的自己的那一面 那如果你好去选择了哪些作品 这些作品又是否真正增进了我们对彼此的了解 以及这回会不会再次翻车 请大家接着看下去吧 我给你选了三本 我要先从我最不喜欢的那一本开始 这本书其实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推荐过的 但是我只看完了第一张,我就没继续看了 这本书就是防龙的宽容 我完全不知道语文老师推荐过这本书 宽容是一部人类的不宽容史 也是一部人类的沉痛史 更是一部分人类的抗争史 防龙在书中通过一系列影响世界2000多年的著名历史人物的悲惨遭遇 剖析了人类为追求思想的权利所走过的悲剧性里程 皆是出一条无数人付出血与泪的代价才换来的真理 只有宽容不同的思想 人类才可能获得进步于解放 其实我特别喜欢看一部分历史书 但我不是很喜欢看按照历史顺序来讲的书 就比如说什么明朝那些事 我很喜欢看那种历史人物 他会把相似的人物放到一起 有一个主题的很有趣 有一种历史就是不停上升的螺旋阶梯的感觉 这个其实是我你可能不太知道的那一面 第二本书是一本漫画书 因为我之前看了你跟Nina的那个视频 反正书也读不完 我何必折磨你读三本带字的书呢 第二本书叫半小时漫画经济学 我之前在网上看了 觉得它画得很好 到了第二个不为人知的点了 我特别喜欢看经济学的书 OK 第三本 你应该知道这一面的我 但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的被我拉入坑 所以我必须要按头按力 单美文吗 你猜对了 我们要是推这种书的话 会不会被B产封杀呀 确确实来说你不会 我可能会 Anyway 你看我care嘛 我根本就不care 根本就不care 第三本书的名字叫默读 原作发在浸江上的 替大的一本长篇 现代悬疑推理类 单美文 我很感兴趣 它几个案子写的还挺好玩的 也是那种我喜欢的类型 就很多案子最后能串联到一起 比较喜欢类似于这样的 而不是分散的 每个案子都是他自己一个案子 出一本书那种感觉 我来告诉你 我给你选的书了 第一本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少女 叫塞希尔 生性浪漫不及 跟同为浪荡子的父亲 过着随心所欲的荒唐日子 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 纳入到正规的轨道 为此他竭力阻挠 独居多年的父亲雷蒙 和其女友安娜的婚事 因为在塞希尔的眼中 安娜是一个生活正派 循规蹈矩的温顺女性 一旦让她进入了家庭生活 不仅雷蒙老爸得受她的管制 而且塞希尔的 骆驼不及的生活方式 也得改变 她得按照安娜的培养计划 去做一个乖乖女 于是塞希尔 跟自己刚刚认识的男朋友 以及父亲早先认识的 一个女人艾尔莎 共同精心设计了一个轨迹 豆瓣上的简介太剧透了 不要查比较好 第二本呢 你提前跟我说了 你帮我找了一本书 是网络上的小说嘛 这就提醒了我了 我人生中是读过一本网络小说 一本一海 是写在天涯上的 20世纪80年代 一个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 立下战功的军人 吴叉叉接到国家指派的神秘任务 化名曹仓 参加一个中美合作的物理实验 这个实验的目的是 尝试进入另外一个空间 那个空间叫一海 小时候其实不太有 自己的阅读主见 我这个朋友读了什么 那个朋友读了什么 我就会跟着去看一看 你是不知道我当时读过这个书的 对对对 不为你所知的我的另一面吧 就是我与别人接触中的一面 我给你挑第三本书 也是一部漫画 谁是心有灵犀呀 就是Sin City A Dame to Kill For 这是那个谁演的 一八格林 对对对对 我还记着呢 它那个海报 让我们期待着 两个月之后 我们是如何 没有办法行自己的诺言 对吧 相当于读了 两点五本 具体原因最后说 就是两本文字的我都读了 然后那个漫画的我读了一半 难道是你看 你读到一半之后 转去看电影了吗 对 我之前猜对了 我是读了三本 你给我选三本 我都读完了 你的阅读期限是从什么时候 到什么时候 可能只读一本的六月 就七月份的时候 我只是在看那个电影而已 哭你果然读得比我快了一个月 漫画六月底读完的 两本文字的都是七月读的 你最期待看我反馈的那本 我竟然到七月的最后一天 才结束它 这本书其实都还不错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 应该是厉害 因为它读起来真的很有趣 与其说它是科幻 我觉得其实它更接近 于一个冒险小说 魔幻科幻色彩的冒险小说 有个故事其实就是 一群人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然后在那个地方 试图生存下来 并回到正常的生活中 跟我小时候喜欢看那种神秘岛 几个人空难 然后落在了一个什么地方 试图生存下来 开那个孤岛 总体的感觉非常的相似 也很惊险 没几招就会死一个人吧 非常有趣 然后忧愁的话 这两本是真正把书读完了 所以它肯定排第二 我读得特别快 我好像一天就读完了 因为它很短 我觉得整体上来说 作者的文风很棒 到那种 Honey by your name 那种感觉 就是它会加一些心理描写 不是一个单纯的故事 但是就从这个故事 本身的角度上来说 完美地体现了 法国人的交融 丧妇 以及他们的闹道 然后你就终于知道 我为什么喜欢法国人了 Exact 就是这个故事的感觉 就是这个女主 不喜欢继母 然后她就 最终导致了一系列的悲剧 但是在说到最后 写的是就是在一场葬礼之后 她和她的父亲默哀了一个月 然后又开始了正常的生活 就是她也出去调汉子 她父亲又出去调妹子 我就很为那个死掉的人 感觉不值 咱俩 真的咱俩看完这本书 感受完全不一样 是吗 我当看那本书的时候 特别不喜欢 后奴 就是觉得她和女主的父亲 完全不登对 最后我也没有忧愁之感 我其实也不知道 她忧愁的点在哪 这一切的事情 不都是她自己 发自内心做出来的吗 为什么到最后一章 突然就开始忧愁了她 她完这一部之后 就很让我想看 这个作者其他的书 因为那个书 刚才投的时候 有段简介一下 它大概是描写那种 巴黎灯红酒路的 泥烂生活 描写的特别好的 一个女作家 但是这整本书 就没有发生在巴黎 所以我就想看 其他的书 到底描写的有多好 第三本 想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没读完 所有对她都是 拿大写字母写的 因为她那个 画风实在是太强烈了 就是黑白 颜色的对比 非常的辣眼睛 我看到后来就觉得 特别特别的累 你是看了原版 对对对 但是我想知道 剧情后面发展 然后我就去看了电影 从故事上来讲呢 你有什么感受 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充满着暴力与 滥交的美式故事 比如说我这次 给你选的好几本书 都有出主题 我觉得绿娜这个角色 我挺喜欢的 用自己的美色 去让女主人的男人 认为他们自己 在做一件正义的事情 其实并不是 在做一件正义的事情 这个女人 就会显得格外的有魅力 我也特别喜欢 就像给你一个漂亮女孩 和一把枪一样 你看到两样 本身关系不太大的元素 产生了强烈的连接 这是为什么 现在我们非常喜欢 看到一个 标情大汉 我一直太变成 这完全是视觉 冲击感很强的 一个电影 不 就是这个漫画本身 视觉冲击感也很强 它是永远偏向于 单元剧那种感觉的 有的时候 就莫名其妙的开始 又莫名其妙的结束 整体看起来还挺有趣的 可是有没有看过前作 所以有点 弄不清楚的人都是谁 反正就是 如果按照推荐的等级来说的话 就肯定是一海 大于你好忧愁 大于这个 最后这个 看得我眼睛很累的东西 不太好给你 为我选这三本书 排名 因为它们仨实在是 太不一样了 但我觉得 所有人都能看的 最易读的一本是 半小时漫画 经济学 让我思考了个问题 为什么这些 每人在生活中 都必须要用到的知识 在学校里 却没有人教给我们呢 对 对啊 养老的体质 什么无险一金 我根本不知道 内部是怎么一个系统 但是我很重要的东西 应该是政治课上讲的 但是呢 不得不说一点是 半小时漫画系列 我原来也看过别的 他的画风 我真的不是特别喜欢 我接下来读完的是 宽容 嗯 是这个书的评价的 因为我觉得 他非常贵色 我很佩服防龙的是 他真的是一个 非常博学的史学家 片段化的挑写 一些年代 一些国度 一些人怎么怎么样 然后为自己的主题 进行论证 比如说那个年代 我之前读过 关于他的文献 或者说他提到这个人 我原先知道的话 那我就会觉得 防龙写得很精彩 但问题是 读到后面 那些人 我就根本不知道 是谁了 就是说 为什么我觉得 我当时读的时候 觉得他很晦涩 因为你说 你一部分人 你还是知道的 我当时读的时候 我一个都不认得 哦 因为你读得比较早 我们刚才录着录着 鼎鼎就bug了 所以我现在 还要把刚才 说过的东西 重新说一遍 你还要假装 你刚才没有听到过 这些信息 表示出互动 我几言人 莫读 3.5或者4分的样子 偏向社会派推理 案件的设置 不太冲我的点 能够去关注到 现实中 社会边缘化人物 或说底层人物的生活 还是挺好的 人物结构上 我只喜欢这本书里 一个角色 就是那个男主人公 废肚 前后闻的关联 小时候的经历 他做的很多事情 都是符合逻辑的 会觉得他很饱满 但是另外 好多角色 写得很片面 语言风格 就很像是 现代的小年轻会写的 刚刚还在笔记上 写了说 虽然这不是 一部特别成熟 完美的作品 但是让我非常怀念 小时候和Sophia 一起写作的岁月 说到感情 幸好Sophia 给我打了预防针 看不出来有什么 感情的自然流淌 但是感情在这本书里 也不太算最重要的部分吧 我在想一个问题 会不会爱情和选推理 是没有办法兼容的 我目前还没有看到过 可能是我看的 也不是最多 因为一般都是 你推荐给我的 就是没有看到过一个 能够完美的 把爱情和 这种推理 融合在一起的小说 除了苏尔摩斯 大家都是看我们脑股出来的 他不是真的作者 想写出来的东西 前一人插的现身 那个你看 没有 他不是描写爱情 但是最后会让你觉得 一个人可以为爱 做很多事情 你觉得很正看 不是你觉得很甜 是内心很沉重 如果你的粉丝 知道有什么特别好的 把爱情和推理 合在一起的 书 不是电影 或者电视剧 就是书 如果有知道的话 我还是挺想看一看 希望大家可以 在弹幕和评论里 多多推荐 那你觉得通过阅读 我给你选的三本书 有更了解我吗 首先一海 让我了解到 你居然也会看 这种感觉的网络小说 而且你之前 好像没有怎么推荐过 冒险类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类型 还是挺新鸣的 你好忧愁 这一部书 我觉得是你的风格 就是你会喜欢看 那种文艺的 没有到过 这种文艺的程度 但是因为那种 就是法国 非常分裂的那种感觉 做着笔下的人物 做了很多事情 都是随心所欲的 你觉得他们 有生命力 但是他们就是在 挥霍他们的生命力 没有让我特别惊讶 因为 我觉得你可能 也想走这个风格 就是你将来的人生 我已经挥霍了25年了 最后那本 你就会看美漫 当然你可能也是 被电影先种草的 然后再去看的漫画 算是有一点点 让人惊讶吧 但是因为它是美国的 所以没有让我 特别特别惊讶 如果换成日本漫画 会让你惊讶吧 那我就会很惊讶了 比如说你突然看一个 清小说什么什么 关于我穿越到 意识成为什么什么的 那件事 就更非常的清小说 然后你推荐给我的话 我可能会觉得很惊讶 了解你的话 莫读看手想 她就是Sophia 会喜欢看的书 她如果那些 有点西化的选文啊 什么的 让我说感到特别惊讶 经济学这个 我是有点惊讶的 我不知道你会喜欢这种 对现实生活 有一些帮助的 这类书籍 这样的 就是我之所以 被看的书来形成出 是我觉得我小的时候 就包括 你就你认识的那个我 其实对现实书 都没有兴趣 满脑子整天想的 都是自己写的书 魔法 什么意识界 各种各样 奇怪的故事 我对作为一个人 活在这个社会上 这件事 本身是没有兴趣的 但是 可能就是 我们高考也不是很顺利 然后之后 又要被迫 就是专业 很多 做了很多事情 就让我意识到 如果想要在这个社会上 活得比较好 就必须要理解 它运转的模式 到底是什么样的 就你可以 不成为一个 资深的专家 但是你 必须要去了解一些事情 我还有一本书 我刚刚没提到 就是宽容 哇 又晓得你 为什么要看这本书 会推进一些奇怪的书 写作文的时候 如果看了一些书 就会有很多例子 但是 我 特别讨厌 他推进的书 你对这次 活动的 感受 我觉得挺好玩的 但是 我觉得可能咱们俩 都的节目效果 不是很强 你应该去找一些 跟你同行的人 或者是 找彭于燕 我觉得你是 我做这个栏目的话 一定会请的一个嘉宾 不可或缺的那种 还有一点 我想说 为什么咱俩做这个节目 没有翻车 这样之后可以供我 他嘉宾们参考 比如说彭于燕 活动的时间点 卡的比较特征 或是毕业 一直到我 正式开始工作之前 有个空档 我读了很多书 其实 所以说你 德国推荐的书就是 恰好被我安排在 我每天 就是读书的 记录里 因为我每天 就会玩到很无聊 然后就会开始看书 一般看的话 可能就看一个小书子的 对 歇一会儿 然后晚上的时候 可能拿着 inno 在睡前再读一会儿 非常碎片化的 所以朋友们 这就证明了 哪怕每天 零星的进行一点 最后也都会 积少成多的 请大家继续支持 Saya和她的频道 她还会继续 给大家带来 很多口的新书 和Sofia 跟大家一起 说再见了 拜拜 非常感谢Sofia 来我的栏目当中做客 现在我就终于可以 关掉录屏 和Sofia聊一些 不适合发在 互联网上的内容了 也非常非常感谢 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 本支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 为我一键三连 加好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在下期视频中 再见咯 拜拜 by bwd6